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新闻 海军新年度远海训练编队赴西太平洋 报道提到 由北海舰队三艘舰艇组成的远海训练编队 昨天从青岛某军港启航 赴西太平洋训练 将在不同海区进行远海机动作战 远海兵力指挥控制等20多个训练科目 在接近50秒的新闻中 全部采用记者随舰拍摄的最新画面 不仅有海上演练的全景画面 更播出了不少舰船内部的细节镜头 对于这种我海军训练进展 在央视新闻栏目中的及时报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腾建群这样评价 由央视报道出来 主要是显示了我们国家 在军事透明度上的一个重要步骤 告诉有关国家 这个训练是正常的 是例行性的 没有特殊的含义 没有必要引起紧张